腾讯体育9月29日训据NBC体育报道,勇士队连续四年打电总决赛,三次夺冠,已经成就一代王朝。 不仅如此,他们的四位全明星球员,都还正值当打之年,没有任何衰退的迹象。 对于这样的现状,球队显然感到非常满意,勇士仲将对现状无比自信就很疯狂。 后卫克雷唐普森在接受采访时谈到,我们是临续两届NBA总冠军,但与此同时,我觉得我们都还相对年轻,还能继续提升到另外一个级别,继续夺冠,不仅是今年,还包括今后数年,并没有多少人能够对他的球队如此自信。 说出这样的话来,我喜欢每天来到这里训练比赛,因为这是一个如此特别的集体,一个成为勇士的特殊时刻。 尽管现在就说勇士一定夺冠太过武断,但毫无疑问,他们会是今年总冠军的最大热门选择,而如果他们能够顺利解决几大主力的训练问题,那么恐怕未来几年,他们都会是其他球队挑战的对象。 我们知道自己比其他绝大多数球队都更有机会,勇士主帅史蒂夫科尔承认,2015年,我们作为一支非常年轻的球队夺冠,赢得了经验,然后又得到凯文杜兰特。 这是一段难以置信的经历,是非常难以体力的,不过我们想要继续前进,越久越好,这让你想要马上赢球。 这一点毫无疑问,他让你想要尽可能把握,和利用眼前的机会。 我,我,认为过去两年我们做到了。 唐普森说,尽管勇士对自己的状况不错,但却也不能不提防对手的成长,尤其是年轻的凯尔特人和上赛季,就与他们在西不绝赛季战到第七八场的火箭。 当你在NBA生活成功,那总会是一段美好时光。 凯文杜兰特表示,岁月匆匆,我和斯蒂芬库里曾经聊起,好像昨天你才被选中,结果一转眼就已经打了十个赛季了,事情发生得太快了,我们都尽情享受眼前的时光,不去太过担心其他事情,我们年纪轻轻就都经历了这些。 这是好事,这只会让我们在外来变得更加出色。 山丘